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今华城融机案遭挤压禁件 民众党定调司法迫害政治追杀 时任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脸书上发文 当年监察院纠正只看到商三融机率560%上限 绝刻意忽略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中的规定 地方政府可经游戏部计划自定融机率 更搬出国土署长吴修兴的话指出 20%的融机奖励跟全国标准一致 仔细比较一下双方说法 黄珊珊引用台北市都市计划 实行自治条例第25条 市政府认为土地有合理使用必要时 可以细部计划规定的项目包含融机率 但绿云议员爆轰黄珊珊刻意忽略 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中 规定精华广场所属的商三用地 最高融机就是百分之五百六十 更何况市府为了精华城还特赦都更标章 精华城不只没有照图管条例走 他还准用了都市更新的奖励 然后获得了百分之二十%的融机率 这相关问题呢 其实黄珊珊没有讲清楚 用这种混淆的方式 就来说明企图继续带风向 柯文哲深陷土地遗云 过去左右手帮忙澄清 适用的法规解读 让绿白陷入大混战 华之新闻张震 张震杰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